好那明杰刚刚讲到这场战争 影响了今年全世界的政治经济金融股市外汇 乃至于政治的结果 因为这场选战当中 多空正宁现在角力对坐的是油价 可是北约跟中俄的盟友的对干 比的是谁的政治资本盘 这个资本身 事实上拜登本人是面对内部的政治危机的 而中国跟俄罗斯普丁跟习近平 两个领导人是极权国家的领导人 这两个极权国家的领导人 不用选举不用怕通膨 所以到底谁会崩盘 事实上也影响了这场战争的角力 确实这一个俄乌战争 其实看了可能已经不再是只有军事上面 战场上面的一个博弈 那更重要可能是这个民主阵营 跟这个中俄专制阵营双方的一个总体战 那我们先看到 这个乌冬的战场上这两天 当然俄军已经确实拿下 这个卢干斯克州最后一个乌军 原本束手的这个重要军事据点 利西昌斯克 那这个普丁招来国防部长捎一鼓 那当然也这一个非常肯定 同时在7月3号还庆祝解放 这个卢干斯克共和国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 营造一个俄军胜利的假象 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对俄军来说 是战果在实际整个乌冬的战场上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掌握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 目前最新的战况图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给大家看 但是我们再比较一下 再麻烦摄影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这个7月4号最新 其实你如果拿去跟两个月前60天前比 大致上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不一样 就是乌冬这个地方 上面的卢干斯克都多拿下一小块土地 那你如果把它放大来看 看到这一个部分是乌冬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图 现在下面这是这个上面是卢干斯克 确实是被俄军全部拿下 但是下面的盾内斯克 其实还有很大一块是乌军所 这空白的地方突出布 这个地方是乌军所掌控 那现在接下来当然普丁也下令说 先前主攻利西昌斯克的部队可以休息 但是其他部队必须要继续向前推进 所以现在锁定两个重要的一个城市据点 一个是上面的这个斯洛夫杨斯克 下面这一个克拉玛托斯克 这两个重要据点 如果真的也被俄军给攻下来讲 那对乌军来说确实就相对不利 也有助于乌军 这俄军先前宣称说要解放整个盾巴斯 但是你看这个据点 其实要打下还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第四相对来说比较高 目前乌克兰军方已经在这两个重要的据点 已经布下防空系统跟这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强的火炮 那在这里可能也可以坚守一段时间 那整个乌冬战场虽然现在有利于 这个俄军的攻势 但其实俄军也已经打到没有力 那其实乌克兰 他的军方目前来讲 主要还是往南边 主攻乌南 因为乌南这个地方 对俄军来讲补给比较长 防卫比较薄弱 所以这两天在这个赫尔松 还有下面这个玛丽托破 这些地方都有反攻的行动 那乌克兰这两天 其实也都在公开一段 最新拿到这个美军提供的 M142海马斯多关火箭的一个 发威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其实他看到说 直接这M142的 这个多关火箭发射车 我们看到他是机动性的 在公路上面直接奔驰 奔驰到一个 他要打击的方位之后 你看在公路上 直接要不好 正是直接就 这个多关火箭就打出去 所以他不止 说是火力 这一个射程可以到80公里 那也是属于导引的 这个多关火箭弹 可以精准打击之外 他的机动性 是最为这个乌军所赞赏 因为马上就可以转移阵地 每一个地方就可以发动袭击 那所以接下来 唯一会出现变数 就是军事以外 其他包含经济战 粮食战 能源战 这些总体战 好我们稍后回来